大家好,我是主播小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美女为了生活冒险成为特工,想终活自由就要斗智斗勇的故事安娜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中情局的间谍在莫斯科搜集情报 俄国克格勃为了国家安全针对间谍展开了倾角行动,不管是逛街还是在大使馆门口都避免不了 不久远在打烊彼岸的中情局就收到了一份快递,在拆开快递的瞬间,墙子崩溃了 里面放着就是手下的向上人头,画面一转,法国星探正在俄国街头挖掘有潜力的素人 在四处转了几圈后,星探总算发现了目标,她就是五官立体,身材高挑的安娜 星探很快把安娜带到了巴黎的经纪公司,安娜来到公司为自己安排的公寓内 看到满屋的大长腿窝居在此,他们都盼望自己成为顶级模特 其中安娜一也就看中了与众不同的莫德,当晚两人便来了次深入浅出的交流 从此两人成为了无话不说的贵州密友 在职场上,安娜凭借自己的先天条件,她在市场圈内混得风生水起 很快从金色的新人华丽转身成公司最受欢迎的模特 一天公司举办庆祝晚会,领导把安娜介绍给回火人光头 没想到她对性感的安娜一见钟情 随后光头对她展开了猛烈的追求公式 两月后在一个豪华酒店内,安娜问起光头做什么工作,为何这么有钱 光头深爱着她便告诉了事情 原来她是一个贩卖军火的走私饭 安娜玩儿一笑,转身来到卫生间 随后取出一把消音枪把光头哥干掉了 很显然安娜的身份并不简单,模特只是她的演示身份 自从安娜父母车祸身亡后,她便从军官学校辍学在家 只能靠男友资助勉强维持生活 但男友完全是一个街头混混 所有的钱财都是盗窃抢劫而来 安娜并不想要这样混吃等死 于是她偷偷报名想去海军服役 可男友与伙伴的一次抢劫行动中 钱没有抢到,还向警察开枪挽起了街头飙车 躲避警察抓捕的安娜与男友刚回到家中 就听到一个男人毛哥的声音 她抬头一枪便把男友杀死 原来她是克格勃的小领导 因为看到安娜申请的报告并调查过她 她认为安娜的父亲曾是海军上尉 她自己上过军项,还是一位国际相机高手 美貌与智慧并存是成为超级间谍的好材料 毛哥还保证安娜加入克格勃 五年后你便能赚到金钱恢复自由 经过内心的一番挣扎,安娜最终同意了 经过一年的魔鬼训练后 她总算见到了阿拔手奥尔 她并不相信安娜能经受腥风血雨的考验 于是奥尔为她安排了一场试炼任务 让她在五分钟内杀掉照片上的男人 并把手枪递给了安娜 本来这种暗杀任务对她简直小菜一碟 在餐厅中找到目标后果断掏枪射击 然而手枪里根本没有子弹 对方的保镖蜂拥而上 瞬间她被包围 安娜只能拿各种餐具充当杀人工具 利用高超的功夫解决了所有的保镖 最终她用叉子捅了9981刀 顺利完成了任务 私立逃生的安娜回到总部指责奥尔 为何枪中根本没有子弹 她平静地摘下眼镜说 那你为何不事先检查下装备 而自己的缺腿就是在任务中被捕兽夹夹坏的 她硬拖着受伤的腿走了三天才回到基地 并告诫安娜往往一切危险 不会事先警告 随后奥尔派人移岛信她来到指定公园 寻找美女 安娜偶然间被发觉成模特 都是她一手安排的 其实奥尔想利用安娜的美色渗透到地方内部 杀掉所有克格勃的敌人 安娜同时消灭了站在门口的保镖 她和在大堂等待已久的替身迅速换装 安娜打扮成另外的样子 杀死酒店保安 毁掉酒店的监控 接着两人分头离开了酒店 可不巧安娜的替身离开时 正好被酒店对面的监控拍下 于是安娜被强子带去中情局审问 安娜坚持说自己坐在大堂等光头 可她却一直没有下来便离开了 强子并没有证据证明人是安娜所杀 因此她只好先放安娜离开 随着长时间的接触 毛哥渐渐喜欢上安娜 两人干柴烈火在房间内发生了激烈的打斗 然后安娜被二二带回俄罗斯 面接了克格勃统领 鉴于安娜的特殊贡献 他同意正式邀请安娜加入克格勃 安娜大胆询问五年以后 是否能退出组织获得自由 头领生气的拿出一把枪对着安娜表示 只有死人才能离开克格勃 回到家后 安娜已经念见了刀口舔血的日子 他打电话给毛哥质问 不是五年自己能获自由吗 毛哥只好安慰 总会得到有权力交替的日子 这样的生活不断的折磨着安娜 他感到自己已经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 表面上自己是一名顶尖明星模特 在镜头前不断展示着自己的美丽与性感 可背地里自己却是黑暗的暗杀者 要根据克格勃的指示不停刺杀目标 近期奥尔来到巴黎监视安娜 执行一次暗杀任务 而这次暗杀人物是一名洗黑钱的外交官 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着急寻欢作乐 奥尔的手下收买了妈妈桑把安娜介绍给他 并且还在卫生间内提前藏好了手枪 但进入房间 安娜脱掉衣服 表示自己去趟卫生间 来到卫生间后拿出马桶的手枪 出来直接打死了外交官和他的保镖 他将外交官的密码箱交给奥尔 可奥尔并不满意这次行动 表示自己没有指纹 怎么打开密码箱 你应该把他的实纸带回来 于是安娜只好再返回房间 切下外交官的实纸交给了他 安娜哭着吐槽自己厌倦的这一切 奥尔只好给他放了一个星期的假 出去旅游 接着安娜与莫德来到美国夏威夷旅游放松 回归特工的生活后 组织为他安排了大量的刺杀任务 他一边要不断参加工作的面试与选拔 一边还要不停地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很快由于安娜表现出色 可格勃头领再次命令安娜返回莫斯科总部 头领与安娜在总部下国际象棋时 对他口头上不停地加强 可头领根本不是安娜的对手 很快被安娜僵死 然后从大队上掏出手枪 一枪打死了胡子哥 紧接着他并没有开枪杀死老情人毛哥 他只是将他控制住 注射了一支麻醉剂 身为组织的高级特工 为何要杀死头领呢 只要从六个月以前 自杀外交官说起 安娜冲出卫生间 发现自己中了中情局的圈套 马桶的手枪早被他们调包 原来在第一次执行任务时 强子通过安娜的拎包动作 发现她接受过间谍训练 于是她只好设下埋伏 等待安娜的落网 强子给了安娜一个条件 加入中情局 充当双面间谍 否则你会落入暗无天日的监狱 同时一年后 你就可以获得自由和人身安全 安娜为了得到自由 很快地答应了强子 因此她在交任务时出现重大失误 还好强子心疼手辣 把外交官的食指切下来 避免偶尔产生怀疑 并且安娜在夏威夷度假时 强子对她产生了感情 不久两人会偷偷溜进房间 玩起滚床单游戏 等回到法国后 两人会偷偷约定 在酒店约会 同时强子会拍手下 监视安娜的一举一动 某天她交给安娜 刺杀克格勃头领的任务 只要杀掉她 你就会存活自由 并得到夏威夷的海警房 为了自由 安娜答应完成这项任务 就这样安娜成功地刺杀了头领 她用硬盘复制了 头领电脑中的重要文件 然后假装镇定 偷偷离开办公楼 拿着毛哥慢慢苏醒过来 按下报警器 瞬间一群特工包围了逃走的安娜 她只好与他们开箱 走一路杀一路 面对人数众多的部队 安娜把自己所学的功夫 朝常发挥出来 就在铁门关闭的最后一刻 钻了出去 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中 另一边 克格勃门口等待安娜的墙子 听到楼内传出警报 甚至好开车离开 回到中警局 所有人都在祝贺她 顺利完成任务 数周后 墙子收到一条信息落款 确实消失很久的安娜 她只好在特工的监视下 来到公园赴约 没想到克格勃也收到信息 派出特工在公园严阵一带 这时安娜出现在公园里 先亲了毛哥一口 接着又扑到墙子怀里亲吻 安娜坐下后 分别给两人一个硬盘 一个是从克格勃复制的重要文件 另一个是从中警局 拷贝的机密文件 她希望两位曾经的恋人 让自己存活自由 否则自己会把这些文件公众于世 就这样 她只好拿着硬盘放过安娜 但在附近监视的奥尔却不干了 她一圈一拐地追上安娜 表示没人能活着离开克格勃 于是她掏出手枪杀死了安娜 可这样也并非事情的真相 原来安娜在刺杀外交官时 奥尔看到她手腕上 有手铐的痕迹 她便知道安娜已经叛变 但自己为了成为克格勃队的头领 同意她成为双命间谍 到奥尔知道中警局 准备刺杀头领的任务后 她就将计就计 让安娜成功刺杀了头领 安娜逃离 是奥尔开始带她离开的 这时死去的安娜再次醒来 她转身钻进草丛中 把原来替身的尸体 摆放到原来位置 等强自于毛格回到监控室内 想看到安娜的正脸 可医生却正好用白布蒙上她的头上 而安娜脱下带血的防弹衣 换上干净的衣服 潇洒地离开了 她与奥尔的计划顺利完成 彻底重获自由 奥尔也成功地坐上了 克格勃头领的位置 但她打开电脑 看到安娜发来的视频 要求奥尔删除自己的档案 否则自己会把偷拍下的 对话公布到网上 因为只有当上头领 才能删除档案 奥尔只能慢慢练练地 按下删除键 好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空间有更多精彩视频 欢迎前来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